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交易新手Market Newbie,交易基础系列1,第8课 在上一节课中,我们了解到了在开市前和闭市后的两个时间段内,同样是可以交易的 在这一节课中,我们将介绍更加高级的复杂的买卖指令 我们为什么需要更加高级复杂的买卖指令 主要是在快速变动的行情中,我们需要有更加可靠的指令来保护我们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日内交易 由于日内交易需要准确的买和卖的价格,精准的股票数量 这些都需要高级的指令才可以帮助完成 同时,利用好高级指令也能帮助我们预支盈亏比和进行风险管理 我们以日内交易来说明一下 有一种日内交易法 叫做Sculping 主要是通过一个突然的趋势在短时间内利用买入和卖出很大的量来赚取利润 比方说,您计划买入1万股ABC公司的股票,现在的股价为2元每股 如果市场突然出现一个快速的拉升,把价格拉升到了2.1元每股,差不多是5%的拉升 您计划在2.12时买入 然后在2.15时卖出 在这种情况下,您的盈利是2.15减去2.12乘以1万股,等于300美金 像这种日内交易通常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可能是以秒来计算的 如果您要买入成交以后,再来设置卖出成交的指令根本来不及 所以日内交易者需要用比较复杂的指令来完成整个交易 我们等下后面介绍OTO的时候,会具体介绍整个操作的方法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止损指令 在平台上还有一种指令是追踪型止损指令 这种止损指令会跟着股价移动 当股价跌到或者上涨到某个价格或者某个百分比时 该指令就会成交 这种止损指令很适合保护既得的利润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方说您买了ABC公司的股票 您买在了10块钱 现在的股价到达了15块 您认为该股票将来依然会上涨 但是又担心它跌下来,您的利润会不保 您设置一个追踪型止损 设置如果股价比之前的最高价下跌20% 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把您的股票平仓卖出 我们来假设一下 假如现在股价为15 随后股价下跌了20% 也就是到达了12的位置 在这个时候触及了止损 那么系统就会自动在12元的时候 把您的股票卖出 而如果之后股价并没有下跌 而是继续上涨 比如涨到了20 那么止损会自动移动到20下跌20%的位置 也就是16元的位置 追踪型止损 就是股价有新高 止损会不断的上移 但是如果股价下跌 止损不会往下移动 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设置追踪型止损时 一定要留出一定的空间让股价波动 如果止损设置的太小 很容易因为波动碰到止损而过早卖出 系统平台上有一种高级的指令 叫一个执行 另一个则取消 因为也叫one cancel the other 也叫OCO 这种指令通常用在同时设置止盈和止损上 非常适用于限制亏损和保护利润 我们来举例说明一下 假如ABC公司的股票现在为10元 您想以10元的价格买入该公司的股票 您设置了一个限价买入的单子 您同时设立了一个OCO 紫盈为15元 同时您设立了止损为7.5元 紫盈止损比为2比1 我们假设您后来的限价单子成交了 股价开始上涨 一直涨到了15元 那么您的止盈指令就会被执行 同时您的止损指令就会被取消 这种OCO的单子允许您同时设立止盈和止损的指令 其中一个指令一旦被执行 另外一个指令就会自动取消 下面一个要介绍的高级指令 也叫做一个执行导致另外一个有效 也叫one trigger the other 简写为OTO 这种指令就是一个买卖指令 一旦执行会导致另外一个买卖指令生效 非常适用于快速的价格变化 比如我们上面介绍的日内交易法scalping 用前面的日内交易的例子 我们假设现在价格为两元 您设置一个OTO 利用stop limit buy买在价格突破2.1以后 您设置限价买入2.12 设置止盈单子在2.15 也就是说一旦买入的指令被执行 卖出的指令 也就是止盈的指令就会生效 也就是买入股票以后 之后一旦价格突破2.15 系统就会马上卖出您手中的股票 那您可能要问了 如果买入后价格没有往上涨 而是往下跌了 那怎么办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OTO也可以结合OCO来用 也就是一旦买入指令生效 可以触发一个止盈和止损的指令 同时生效 还是上面的例子 我们利用OTO触发OCO 我们设置限价买入在2.12 设置止盈在2.16 假如我们这里的盈亏比为2比1 我们可以设立止损在2.10 也就是一旦买入成交以后 止损和止盈也会同时生效 一旦后面的价格 无论是碰到止盈或者是碰到了止损 另外一个指令就会被自动取消 这就是OTO触发OCO 上面介绍的OTO、OCO 也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需求 设置成一个模式化的指令 比方说 对于价格范围在0到10的股票 您可以设置这样的一个OTO、OCO 我们假设现在的股价是X 您可以设置买入价为X减去0.1 设置止盈价为买入价加上0.05 设置止损价为买入价减去0.025 类似的 对于 比方说 价格为10到50的股票 您也可以设置一个模式化的OTO、OCO 由于10到50 他们的价格稍微比较高一点 您在设置的数值上 和0到10的可能会有一些区别 比方说 您可以设置买入的价格为限价的X减去1元 而设置止盈为买入价格加上0.5 设置止损的价格为买入价减去0.25 这些模式化的指令 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设置 然后保存起来 需要调用的时候 直接调用即可 我们假设ABC公司现在的股价为事实 您可以调用上面所说的模式化的OTO、OCO 系统会自动生成 买入价格为39 紫盈的价格为39.50 而止损的价格为38.75 非常方便 在我们后面的三个实盘演示视频中 我们都会有详细的介绍 敬请关注 在下一节课中 我们将介绍市场的波动率 最后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给我们留言 您也可以在Market Newbie的网站 和下面的社交媒体上找到我们 欢迎订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ontact Us at MarketNewbie.com 谢谢各位期待与您下次再见